谢谢主席,各位同仁 本席也提出文化资产保存法第101条的修正案 那它主要的精神是在于我们近年来非常担忧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文化资产它的主管机关 看以不同的样态分属中央以及地方政府的自治范围的范畴当中 但是近年来呢,有一些已经或者是即将列为古迹的一些文化资产 却被地方政府以地方发展或者是活络经济为由 刻意的去做拆除或者是移除的动作 那我们近年非常痛心的包括类似苗栗古窑的这个损毁 那对于地方文化资产的保护 其实对很多对地方文化资产保护的公民来讲都是非常痛心的 那地方政府在拆除古迹的时候呢 口口声声宣称它是地方自治的一个项目 但是在办理大型活动时却又跟中央一直要求补助 那这样的一个权责呢,当然也是问题之一 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修法能够赋予公民 也就是说不只是行政诉讼虽然传统都是涉及个人权利或者是利益之事 但是当涉及公众利益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共有的文化资产的时候 我们却没有一定的法源来赋予公民行使行事诉讼的一个权益 但是我们这个纵贯我们现在其他的法规项目里面 有一些跟环境保护环境资源有关的法规 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公民诉讼的权益所在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比照这样的一个精神 那事实上呢,在欧美日等国被指定登陆为文化资产 常常都是一个无上光荣的事情 但是呢,在台湾有时候当然每一个地方政府他的态度不尽相同 有些也是会共同的来跟公民一起进行保护 但是有一些却是做损毁、拆除、以地方发展为由 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比照一些 我们国内现在已经现行的文化相关 对不起,环境相关法规的精神 赋予公民也能够有针对公共利益 也就是说我们将文化资产的保存也界定成 不只是个人的利益或权利 而也是公共利益的一个范畴内 而赋予公民一个行政诉讼的一个权利 那这以上呢是本席提出文化资产保存法 第101条修正草案的基本精神 以上说明,谢谢